好 食客团的美食Vlog 是做过却要等一年的餐厅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荷叶煎蛋 这道菜非常特别 因为一般都是莲子 就是像这样的 但是今天它是这样的 东北人最爱的饺子 它是荷花酥 这个鸡 好 好 哪一个 鸡 鸡 鸡 我就是为了吃小二 是肉之稀嫩 肉之稀嫩 我这个是刚才那道凉菜 是用荷花的花瓣 它作为一个叶子 把这个莲子 胡萝卜丁 还有玉米粒把它放在一起 由颖姐给大家讲是 哇 一口吃下去 好吃 吃到了人間四月天 哇 我想說一件事 你知道嗎 蘿蔔是很相似的 因為它是一個印象的 對 越南的柏花對不對 對嗎 在外國的食物 我們也會煮的 很多種類的菜 所以你會感覺很熟悉 其實我感覺到 這類的菜是很相似的 感覺到家裡 這類的菜 而且這類的菜 不是只有菜 它也很漂亮 對 很漂亮 想要拍照 謝謝 好的 我再給你 好的 大家好 歡迎來到Amber的ASMR 對